大家好欢迎收听正念生活禅 我们将以轻松有料的生活故事 分享正念和生活禅的智慧 与您一起探索转化生命的奇迹 我是禅子 我是靖观 今天的主题是 一位开悟者的修行故事 在前集中我们提到 嫩言经中三个月亮的比喻 以及马祖道一禅师和无业禅师的公案故事 并且让大家参参看 无业禅师最后为什么会开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着参参看呢 有哦 我和几位听众朋友都有事 也在群主留言处写了答案 只是不知道对不对 其实公案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的 只会因为每个参禅的人修行 几物境界的不同 而在答案中显示出个人的心境 虽然公案本来就不可以说破 也没有标准答案 但是大家还是想知道 有没有参就可学习的礼录 能让大家学习以后 比较知道要往哪个方向去参就 礼录当然是有的 如果我们是依照能言经中25位 开悟正果者所说的修行经验 我们就可以学到很多很宝贵的参就经验 太棒了 以前禅子老师 你不是说要分享能言经25位菩萨 修行正果的故事吗 那是不是现在就可以开始分享了呢 好哦 这是很好的建议 因为在前几集中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背情礼录的说明 相信前面的说明 应该可以帮助大家提解这些 圣者所说的修行经验 那如果前面没有听过的人也没有关系 还是可以回去听 或是在YouTube里面查一下 相关正念生活禅 就可以看到以前我们分享过的节目哦 禅子老师 那我们这次要从哪位圣者的修行故事开始分享呢 我们就从第一位被佛陀典名分享修行经验的 乔诚如尊者的故事开始吧 好哦 这位尊者是修什么法门 又是如何开悟的呢 尊者说他是因为体悟到 赫尘这两个字的道理开悟的 真的 赫尘的意思以前在节目中也分享过 只是那时候我不是很懂这两个字的道理呢 这是很正常的 修行会随着用功功力的不同 有不同的结果 第一次不懂没有关系 说不定这次就可以有所体悟了 对 要多闻讯息才能增长智慧 不知乔诚如尊者是如何从课程二字中开悟的呢 尊者说佛陀在说法的时候 以语课和灰尘来比喻人的烦恼 例如我们会产生烦恼就因为见解和心中偏执的两种 或见解上的是指我们因为观念错误 产生的误解引生的烦恼 这种烦恼称为见或 而心中偏执则是因为贪爱 生气和不明事理 焦慢以及怀疑等等 也就是平常说的贪嗔吃乱 这些根本的烦恼引起的 这种烦恼我们称为失祸 当佛陀用吕克和灰尘 比喻我们的烦恼的时候 我就体会到平常我们在看到 射等外境的时候 心就会产生种种的分别 也因此会被这一些外境拉着彼此走 甚至忘失了自己的本心 这就是一种见解上 不能看到事情真正的本质所导致的见惑 这种错误的见解就像是旅行中的客人一样 虽然会到旅馆中住宿 在那里吃饭睡觉或做其他的种种活动 因为需要住宿的时间可能长也可能短 但不论如何 事情办完了他们就会离开 离开之后 他可能又会到另外一个地方办事或旅行 而办完事或看完风景 他又会离开 依照他的规划到其他的地方去 不管他去哪个地方 只要办完事这一位旅客 就会收拾行李转向其他的行程 不会继续留在旅馆里 但是如果是旅馆的主人就不一样 他会住在旅馆中 不会离开 这个比喻让我体悟到 烦恼随着外境跑来跑去 没有一定的住所 但是法性不一样 他是常住不动的 我就是因为深入去体解 这种随着外面的沉浸 我们会生起种种分别执着的烦恼 不可能安住 就像客人一样 但是法性是常住不动的 就像主人 就因为我体悟到这种错误认知的见惑 是无法安住的 我因此而开悟 那贪生吃慢疑这五种根本烦恼的失货 又像是什么呢 依照乔成如尊哲所说 这些根本烦恼就像灰尘一样 因为贪生吃慢疑这些根本烦恼会产生 是因为有事物动摇了他们 这就像灰尘 必须在有太阳光的照射下 我们才能够看得到 特别是在雨后天晴的早上 太阳可以从云雾中透露出来 就像是我们的心只有在去除了错误的见解后 才有智慧之光能够体振到这些维系的法理 因为贪生吃慢疑是很维系的烦恼 所以用灰尘比喻他们 而这些烦恼是会随着事情的生灭而生灭的 就好像灰尘 而法性不动就好像虚空一样 所以就用太阳光可能照射出虚空中的灰尘来比喻 灰尘是动摇的 而虚空则是急染不动的 这是以相对的方式来显示 烦恼不同于法性的特色和性质 尊者说 当他这么思维的时候 就是以见到的智慧 观察思考到 清澈极净的是虚空 非常动摇的是灰尘 也就是经过这种深刻的思维和观察 乔诚如尊者因而开悟正果 佛陀听了乔诚如尊者分享开悟经验后 有说什么吗 佛陀当下就认可了尊者所说的 因为佛陀主要是希望尊者能够以 克人、灰尘、主人、虚空这一些评语 为阿难解释 在眼睛见到射程的时候 什么是动摇的 什么是不动的 让阿难能够体解到 见性是不动的 而无种反观所执取到的外境和会攀岩抓取的第六意识心是动摇的 乔诚如尊者的说明和解释 与佛陀的想法一致 所以佛陀就证明尊者所说是正确的 谢谢禅止老师分享的乔诚如尊者 因为体悟到我们的烦恼就像旅客和灰尘一样 是随缘流动而不安住的 相对的我们的真如自信和法性 却像旅馆中的主人是长处不动 另外旅客代表了比较粗的见惑 也就是见解上的错误 而灰尘比喻比较维系的贪嗔痴慢疑等根本烦恼 这些都是很有意思 很生动的比喻 真的很值得我们好好的去体悟它 所以在节目结束前 邀请听众朋友在未来一周中 一起向乔诚如尊者学习 也来参就课程两次 所表达出的道理和含义 也欢迎大家到正念生活场脸书 或在YouTube的留言区 分享您参就的心得 祝福大家参就开智慧 我们下周见 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